我們的這一場活動 寫歌的人音樂會的主辦人之一 那就是Jasmine 還有我們的分享會的其中兩位歌手、藝人 哈囉,大家好,我是朱柳 黃明鏡 哈囉,大家好 我是伊瑟羅伊斯 是耶,那你們兩位這次是派你們做代表來講一下這個音樂會 這個分享會的精彩度 那你們自己本身是分享人 其實你們希望說 來的朋友可以從你們身上學到什麼 而你又本身最想要分享的東西是什麼 因為我們都看藝人、音樂人就是寫歌了 那寫歌的話其實 到底從你們身上可以發覺到什麼 就透過那個分享,藝師先來吧 我覺得其實每一個寫歌的人 他本身自己在他的呈現方式 在或者是他表達的那種感覺 就是跟他生活很有關係的 所以可能往往我們在寫歌的時候 我們賦予這首歌的靈魂 跟過後他被演唱的時候的那個靈魂是有差別的 因為可能從我們角度去看這件事情是這樣子 可是當他可能比如說我寫的歌給朱柳唱 朱柳賦予他朱柳的生命 所以整首歌就不同 那寫歌的人的這個音樂分享會 知道那邊大家除了可以聽到 Unplug不插電的演唱以外 我覺得還有就是可以感受到那個靈魂的感覺 就是你可能現場去感受那個人唱的時候 他賦予這首歌的靈魂是完全不同的 而且很多時候我們可能在表演的時候 因為是不插電嘛 那他可能跟那個full arrangement的東西就不同 他就比較原汁原味啦 對耶 所以我覺得那個感覺它是 跟你在家裡聽CD是不同的啦 對 但是也有別於演唱會 千萬不要用演唱會套在這個音樂會上 對 而且這次的這個 我們可以說是很好玩的一個狀況 就是大家可能比如說我的話 我可能還會再找多一個吉他手 再找多一個percussionist 就是大家一起來玩 那大家都是有寫歌的喔 就是有一種crossover 就每個人一起 或者是上次他們有做的就是那樣 比如說親家他會唱合音嘛 他也是寫歌的人 我需要一個合音天使 他會說我唱完我的歌 等一下我再幫你合音 對 就是整個東西是大家就是 大家就是一起玩 整個東西 所以真的叫玩音樂囉 對耶 啊 謝謝 好想要出去走走 还在炙热的全都要放手 就到陌生的路口 让一切成头 祝大家2013年都可以过得精彩 今天是非常谢谢Jesemine 主持人后面见还有我们的艺师 谢谢拜拜